刚刚播出一集的《星梦全奇异》 可以说相当精彩 有众多集体合作的舞台 其中一个焦点落在两位师姐的座工舞台 由Yumi加Sabrina的跳唱舞台 对抗连者加Maggie的摇滚舞台 Zither Harp 最后连者和Maggie的舞台声出 原来连者说一早参考过星座运程 令她更加有信心 没想过可以再次在这个节目的舞台表演 很难得这个机会 所以我很想做好 所以刚才我真的挺紧张 幸好今天有些星座运势 她说我今天真的挺好 所以我没那么害怕 你真的看过星座运势 我真的有看 她说我这个星期 会以一个前辈的身份做好些事情 真的吗 真的我给你看 我真正是有条片的 你一会儿给我看 好饿 但是另一边的Sabrina 因为输了这个回合 而跑出场外大哭 令大家都很担心 Yumi和导师们都走出去安慰Sabrina Yumi都说感受到Sabrina一直都压力很大 我见她刚才哭得很忍睹 其实都算是 而且我想她也有不同的压力 给自己 除了在这个比赛里面 可能其他的事情都会给到很大压力 她这样哭 其实我都吓一吓 其实她是不是真的收起了很多东西在里面呢 我都希望 既然她那么喜欢我 我都希望都可以 open up她自己里面 因为其实她是一个很开朗的女生 虽然她很害羞 但是其实 开朗得来 但她里面是真的很大压力 我都希望都可以帮她释放压力 因为我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是 我觉得不好的 不是因为自己输了 是因为本身我都觉得 评审导师说的都是我真实的问题 就是我自己的表情一直都是不够 是我可以开更多 哇 你说得很好 给点聚声 说得我进步了这么多 哇 经过调色后 Sabrina收拾了心情 和红队队友一起再踏上舞台合唱 最终红队大获全胜 相反蓝队 因为输了有两位队员 Timothy和Nicole 要被淘汰离开星梦的舞台 在后台 蓝队的学员都相当不舍得 而早前被淘汰的金仔 都有回来观战 她亦有以过来人身份 鼓励队友 这场比赛 令我们和红队不同 是因为我们知道比赛不是最重要的 我们才是最重要的 外面的比赛之后 真是最重要的 我不是安慰自己 比赛不是真是最重要的 当然你们赢了半军就要赢了 而且你们赢了半军就赢了 他们赢了到封道 赢了一输都很有封道 这个是表演者的封道 我觉得这一定不是一个结果 真的不是 只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开始 是的 我觉得最最重要 就是观众看这个节目 其实都是追紧 看你有什么想人想支持 无论是留下还是离开的人 其实他们已经亮了相 所以你支持他们 你继续支持他们 这样才是真的 我发现我很爱他们 我没有小朋友 我觉得好像生了八件小朋友 他们已经培养了 随时无论什么都会问我 通常都不关音乐事 但我很乐意 虽然男队未必是战力最强的一队 但可以说是很团结很有爱的一队 Maggie还将全队的老师和学员 画成Q版公仔 制作特别版Banner 想不到Maggie的画工相当不错 自己本身也很喜欢画人 其实一开始见到这么多位 我已经想到想怎么画 所以今次很感谢 让我画到一幅全家一幅 下次画我的时候 可不可以不要留这么阔的空间 别人看了我整个色 这日红队虽然胜出 但因为有学员不够集中 要去到录影那天 集体演出才算顺利过关 学员间不够团结成为红队的隐患 所以导师Jeannie也忍不住要 扯火闹学员 我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可以在出赛之前 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觉得你们对不起自己 这几个礼拜的努力 我们说了多少次 说了分享了多少 要相信自己 要怎样 我不停收到的讯息 由你们的信息就是 我不行啊不行啊 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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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个孩子 人们现在死在你身上 我们应该在战斗 男队就有这个魅力了 他们知道每个第二个 他们可以成为第二个 再没机会做这件事 他们知道 所以他们一直在战斗 直到最后 他们会有150% 这是我最后来说这个 我不会再说 我平时也不喜欢骂人的 但是这个是为你们好 如果你们的attitude是这样 第一 我不会做你们的动师 第二 我觉得你们不适合在这一行 再是有很多人那些 不相信自己的那些 我真的辞职 I'm serious 但是我都想再一次 重生就是 因为是真的很想他们好 是的 我觉得 好听的话 每个人都会说 好聂啊 好美啊 好什么 每个人都会说 但是有没有人 愿意行出来做那个丑隐呢 我就做了一个丑隐 因为我希望他们好